老闆老闆 你说 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吧 就是听说老闆怀孕了 这算好消息吗? 这算吗?有可能不是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感觉如果就是怀孕到后面不是 就是等于说要没得路了 不会你放心好了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放假 绝对不会让你放假的 这个你不用担心 反正就是老闆有怀孕了 对就是很多人都说我最近变胖了 就是原因就是因为 当然我就也是真的变胖了 但最大原因是因为我有小朋友了 前三个月不能讲 所以大家可能前三个月 我没有跟大家讲这件事情 我们还是很传统的中国人 这个前三个月不可以讲怕有问题 那小孩是谁的? 小孩是谁的? 这个就不要问了好吗? 反正不是我的啦 跟网友讲一下 因为网友以为我是什么书恒的男朋友 不可能啦 真的我也没那么瞎好吗? 哪有可能找一个 没有任何政治敏感度的人当男朋友 真的 我应该会气死 反正我这种颜值 我配得上的女生那可多了 我跟你讲 真的吗?下次大家看一下 到底我们的台独小编有多好看? 反正大概是这样 然后今天要聊的事情是那个 就是你知道柯文哲他们跟馆长还有谁啊? 应该这样讲他是黄国昌跟馆长 他们两个联合起来去再举办一场 就是在7月16号的大游行 那这个大游行呢 其实他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个参选人 候选人一起来参加 比如说他也邀了这个 这个柯文哲 侯友宜 还有一位呢 就是你知道 他到底要不要参加 现在还是个未知数的 就是郭台铭 他们三位呢也都答应说 这一次要一起参加716的这场大游行 那这次大游行的主要的目的跟诉求有两个 一个就是居住正义嘛 这年轻人很关心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司法改革 就是他这一次整个大游行最大的两个主族 就是这两个主族 那刚好也是现在一般的民众 最有感觉也最关心的两个议题嘛 居住正义这件事情 你很有感了 我含有感吗 我是不希望多正义 你知道有房的人 就是会有一种觉得 我买的时候就这么贵了 所以你看我们小编是资产家 我告诉你 资本家 也不能这样讲 家妈妈有钱一点 有产阶级 你讲真的 就是我就一直在想 就是如果真的台湾真的要打房 你至少要拉个十年二十年吧 就是你不觉得现在有钱的 然后可能黑道啊 然后可能政治人物啊 他们都是囤房囤一堆嘛 对 然后什么建商也囤了一堆房子 那建商我们都知道跟黑道的息息相关 那如果你在短时间一生间打房 感觉被枪杀的机率超高的 我觉得要看啊 就是你当然你说突然间出很重的时候打房 这个在我来看呢 第一这个你在经济数据上面的表现上面 就会你一定会被人家诟病的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一个地方的经济成长 就是所谓的GDP的这个经济成长率嘛 那大家他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元素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最常讲的就是这个投资啊 政府支出啊出口减进口啊这些消费啊 这几个元素组成起来 就是等于是我们的GDP的那个成分嘛 那如果说今天这个房地产 他其实大概类似于投资的一种 所以如果今天你把房价整个打下来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GDP上面的数字呢 会很难看 那其实以台湾来讲的话 就是民进党当局 他最他因为他说真的 他现在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了 他现在只有一连串的数字可以告诉你说 你看我们的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百分之多少啊 你看我们的青年失业率有多低啊 你看我们的人均收入有多少啊 他只能给你一些数字 那如果说今天民进党当局是很在乎数字的话 那如果今天把房价打下来 他的经济成长一定不会好 再加上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知道嘛 今年台湾的出口其实并不好 已经连续12次的衰退 12个月的衰退了 所以在他的出口不好的状态之下 出口不好消费不会好 消费不好的话 那其实你后面可能在投资啊 各部分或者政府支出 你就要想尽办法把它往上拉 把它拉高嘛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前提之下的话 贸贸然的打房 那很可能对于他的经济数字就没这么好看 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经济数字上面的表现嘛 那如果像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只要突然间出众手打房 你一定会动到很多人的奶酪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在选上之前 他都是跟人民站在一起 他都会告诉你嘛 我们跟人民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实现民众的居住正义 所以呢我们认为呢 应该要打房应该怎么样 可是很多人都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民进党一上台之后 瞬间他就跟建商和财团靠拢 为什么很简单嘛 就是因为选举制度必然的这个成果啊 因为今天你要选举 你是不是需要钱 你知道你今天要选一场大选 就是选到这种像那个2024种等级的大选哦 你知道你要花多少钱吗 据说据说啦 至少至少百亿起跳 你想想看 我花一场选举 谁有本事一次偷100亿出来选举的 一定没有人嘛 哪怕今天你家财万块 你要拿那么多钱出来 你也会很痛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需要大量的政治金金 可是你如果像依靠像你啊 我啊 我们这种小螺丝钉 一个人捐个十万块 十万块 你看你要捐多久 对不对 而且有这么多人愿意捐给你吗 你能够依靠的呢 就是这些大企业大财团 因为你想想看嘛 就是比如说一家公司 他可以捐一百万 这个他可以捐一百万嘛 那他可能一个财团下面 有十家二十家三十家公司 这些公司 我通通都捐给这个政治 这个政治人物 那他就可能就有很多 可能一次就两千万 三千万 四千万 就可以捐给这个政治人物了 相较之下 他不是募款比较容易嘛 所以这些政治人物 一定会开始去跟这些财团 去靠拢 为了选举上面的需要嘛 那你选签 拿了人家的好处 你选后 难道你不应该为他服务吗 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 就是你在什么 阳光 阳光法案网 是不是 你在那个网站 你还可以看得到的 这些数字 我们都知道嘛 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些 Undertable的一些 这些行动 那那个我们就不谈 但我们纯粹讲就是 我们大概摊开来 账面上看得到的 这一些东西 那光是这样子 我问你政治人物 怎么可能会不去 为财团 不去为这些 建商去讲话 肯定会 因为他们都会捐钱啊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这个民进党上来之后 大家会发现 他跟国民党越来越像 因为他会帮财团讲话嘛 那你今天打房 就是打到财团的利益 跟奶酪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民进党 好像出台了一系列的 所谓的打房政策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到 房价是文风不动 完全不动 为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 他其实在打房 他没有很认真的打 他看起来真的在打 但实际上呢 他很多的操作呢 其实对于建商来讲 对于很持有大量房屋的 这些有钱人来说 就会痛啦 但是其实也没那么痛 没有痛到说 他必须立刻把房子丢出来 就算哪怕很便宜的价格 他都要丢出来 他没有那么痛 那状态是这样 你就看到 那个房价稳定在那边 但话说回来 如果真的哪一天 这个政府出重手 把房价打下来的时候 其实对整个经济影响 一定会很大 那其实呢 很多人会更加感受到 经济不景气的感觉 那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 靠选票选上的政府 你不觉得这对你的政权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吗 嗯 可是你刚刚讲的那个什么 就是近年来 好像是房地产没有什么 征服 没有耶 我房子涨蛮多的 你有赚到钱就对了 有涨蛮多的 有啦 还是有啦 他的征服还是很大 但是没有像过去这么大 你知道过去可能是 我今天买进来 明天卖出去 那一转手就是翻倍 但现在你可能要放个好一阵子 所以还是有差的 我自己觉得 居住正义这个东西很难实现 虽然我蛮支持7月16号这件事情 如果以个人私利来讲 我当然会觉得 我有房子 当打房我是不是很衰 可是以这种广义来讲 当然会觉得 社会性的东西 大家应该要支持 其实我也很支持 居住正义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你要看到 很多年轻人现在是真的买不起房 我们那天在算 跟我的另外一半在算 那时候我们在想说 假设今天我月入10万 我不吃不喝 然后我就是反正我每个月 我都可以存10万块下来 那我一年可以存120万 我10年可以存1200万 30年存3600万 对不对 那我前提是我要不吃不喝 我可能才有办法 就是全款去买一间房子 或者是说 我可能要存了好几年 我才能够去买一个房子的头期款 而且你看现在台湾的台北市的房子 一个头期款就多少钱了 所以我要不吃不喝这么多年 然后我要月收入10万 我才有办法去做到 可是你想想看 在台北 就全台湾来讲 不要讲台北了 全台湾来说 有多少的年轻人月入10万块 而且你不可能不吃不喝嘛 你总会有房租啦 吃啊喝啊 交际应酬啊 或者一些生活必需品 要去购买嘛 所以你年轻人今天要去买一间房子 那个门槛非常非常的高 那今天你不敢买房子 你不觉得 就是你会觉得说 那我能不能结婚 我能不能生小孩 我能不能有更大的人生追求 这就是后面会接踵而来的问题 你想后面影响到的 也是少子化的问题嘛 所以我认为 其实台湾的房价真的是过高 这个是事实 可是政府要用一个 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 来去解决这件事情 纯粹靠政策上面的打房 我觉得这是治标不治本 你还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像可能社会住宅啦 或者是说你对于年轻人的 有些什么帮助啊 补贴等等之类的 你要政府全面铺开来去做 可是我们都知道嘛 社会住宅很难推嘛 我们那时候选举你也知道 我们跟很多的里长在见面的时候 里长第一件 开门见山第一件事 在我们这边千万不要提社会住宅 因为大家都有房子 大家都很讨厌一件事 就是社会住宅盖在我家隔壁 因为你一旦盖在我家隔壁的时候 代表我这个地方的房价可能会跌 哪怕不跌也可能都不会再涨 那你就影响到别人的奶酪了嘛 所以那时候里长都告诉我们 千千万万不要提社会住宅 这四个字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状态之下 政府如何去推动社会住宅 你看光社会住宅这件事情 柯文哲和蔡英文就吵翻天了 对不对 大家就想说 你看我能够盖多少洞 大家都秉化的很大啦 但实际上发现你真的要去推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居住正义这个东西真的是 不太可能实现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啦 有一个前提 就是第一 这个政府不需要选票 第二个 这个政府不怕得罪商人 也不能这样讲 你看中国大陆 你说它的房价都很便宜吗 上海的房价 比台北贵很多 可是你知道吗 大陆 你知道我最近我在看很多报道 都在讲说 我跟你讲 大陆这个疫后经济不振啊 房市低迷啊 我本来都以为真的就是 房市低迷啊 这个大家不愿意买啊 大家想把钱放在身上 我本来都一直觉得 我现在这也是事实之一啦 但是你知道我前两天 跟我一个朋友聊 他刚从大陆回来嘛 他本来要在大陆买房子 他想要登记给他 另一半 然后他那时候 后来他决定不做这件事情 我问他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不爱他 原因是因为呢 他说你知道吗 哪怕今天他另外一半 因为是大陆人嘛 他去买这个房子哦 他都只能带到四成 这个房价的四成而已 而且呢 他要求你在十年之内 必须要全部还掉 他说其实大陆在打房这件事情 他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他是很认真的在打房 所以你知道其实据说啦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在上海的那种豪宅 那种别墅 其实他的房价是有被打下来的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还是觉得 我相信在看的应该 也有上海人吧 真的买得起吗 谁买得起那种东西啊 真的很贵 我也觉得 对啊 怎么可能 这台北的房价跟上海 我觉得是有一种很雷同 因为上海也是一个 很都市化的地方 对 然后台北算台湾一个 就是最繁荣的地方 最繁荣的地方 我相信说台中跟高雄 一定会很神奇 台中的房价现在也蛮贵的 相较之下没有 可是没有台北那么贵 其实台北这边的房价 真的是高到会让我觉得 天哪 这到底谁买得起 所以居住正义 我是觉得不看好 我认为啦 今天如果政府的很多的利益 要跟建商 或者跟财团绑定的状态之下 你真的要去推 这个所谓的居住正义 我觉得只能做选举口号 我认为只能做 在野大联盟的口号 因为不管任何一个人 只要坐到了那个位置上 那你都必须要去跟财团他们妥协 这是必然的结果 那你说那我像有些人 可能是我这辈子 绝对不跟财团妥协的那些人 他这辈子也不会选上 因为他太太没有办法 不被人亲近啊 没有人家可以不能亲近 他的状态之下 他要选赢就很难 就一点点时间讲 那个最后一个司法正义这个 司法改革 没救了 我认为没救了 我说真的 因为司法改革这件事情 是当初民进党在在野的时候 也是他们打出来的口号 认为一定要做司法上面的改革 什么黑金政治啦 观观相互啦 对不对 这种司法不正义啦 我们一定要把它改掉 可是当民进党上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他们 真正观观相互的 真正不正义的 真正有权贵的 其实也是民进党 其实也不能讲真正 就是民进党跟国民党是一个德性 你知道之前有一个案子 就是我不要讲人民啊 民进党里面呢 有一位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呢 这个有具有黑道的背景 然后呢 但是好像是他的 他的爸爸跟他的姑姑 在民进党呢 都位居要吃 然后当这个年轻人呢 他被他犯事了嘛 做了坏事之后 被抓到警察局之后 他有满满的特权 你想想看哦 今天一般的民众怎么能够接受 你民进党当初打着司法改革的口号上来 就后来发现 你干的还是这些污招的事情 你还是干这些狗屁刀招的事 人民一定不能接受的 因为司法一定要正义嘛 司法一定要是公平公正 就是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但是你会发现到说 现在在台湾 其实天子犯法跟庶民绝对不同罪嘛 你看光民进党 他们那个陈明文 三百万掉在高铁上面都没事 你是不是应该查一下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为什么你钱掉了 你不去报警等等之类的 都不查 有太多太多民进党狗屁刀招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觉得很有问题的 但是司法机关 司法单位就是不去查 可是对于这个在野的 这些可能国民党啊 民众党啊 其他的政党 一点点小事 可能就大动干戈 就马上那个检掉啊 就来啦 搜索啊 干嘛的 你要一般的民众 如何能够相信 司法是公平的 司法是公正的 司法是台湾的正义 跟良性最后一道防线 你如何让民众相信这件事 除非啦 台湾可以跟香港以前一样 香港不是有段时间有什么 反贪污主 反贪污主出来的时候 也是一直在贪污 只是贪了更多 然后到后面 廉政公署出来 才真的哦 打击你是看电影看来的 对啊 就觉得 武艺探长雷诺之类的 除非发生 那个刘德华 除非真的发生这种事情 但我觉得人是很贪心的 这是人性 对我觉得 所以这两个 我都不太看好 但我就很支持 所以7月16号店 7月16号 大家一起上凯道 看看到底今天有多少民众 能够站出来 发出自己内心的怒吼 但还是很期待 可以看到 就是这么壮观的盛事 而且也希望真的可以 有一定的力量 但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今天节目可能就到这边了 对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 欢迎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一键三连 拜拜